Lets Unbox! 我是刀鋒 厲害了 跟大家開一件事是我小時候 一個很怨念的東西 因為小時候沒辦法拿一千元出來買玩具 其實也不算是玩具 是一個擺設 大概十年前 其實看到很多店舖都有買款式的東西 但是一直都不捨得買 到最近被我上網找到有人放售 今天當然要報仇 究竟要開什麼呢? CAMMAN RIDER SUPER ONE 阿Guard Rainbow Podium Master Worlds CAMMAN RIDER SUPER ONE 嘩 嘩 借錢佬 哈哈 紅面超人 SUPER ONE 我想大家 如果有走開什麼信摩 什麼 街王 等等 一些比較舊式的玩具商場 其實早十幾二十年前 我還在年輕人讀書的時候 其實很多朋友都有見過一些模型手版店 其實都有放過這個系列的頭出來 它出過很多的 譬如說 電腦奇俠 1號 2號 RX 影月等等 都出過很多很多款 這個是一個 頭盔擺設 它未到1比1 是1比2 但是它特別在於 有這個 Rainbow造型企劃珠色會社 如果有看我們頻道的老友 都記得我們曾經 開過一條價值兩萬元的腰帶 其實都是來自這間 Rainbow造型企劃珠色會社的出品 介紹多一次 這間Rainbow這間公司 其實是一間東影 遇用 包括戰隊和無面超人的一些 道具的製作公司 無論是頭盔 武器 變身器 腰帶 各樣各樣東西 都是由這間 Rainbow造型企劃珠色會社去製造 所以 這個頭 就是由這間 專門負責幫東影造道具的公司去製造 所以 非常之珍貴 仗爭度十分之高 好了 事不宜遲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買這個系列的頭 因為實在太貴了 讀書時期 你沒辦法可以買到 OK 開出來了 好 全身未開的 好了 現在當著各位 就開了它 有沒有小小好像 吃一些急凍海鮮 好了 預備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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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製作 所以 出來了 這些陰影層次感 都很好 嘩 借錢佬 好帥 好帥 好了 都可以給大家一夜規探 很多看開特殊片拉打的朋友都知道 究竟怎樣看東西呢 其實呢 真的靠這些 就這麼多 這樣 Super One 其實比較好 因為它真的 氣服都是開洞的 近期的拉打 真的只有一條線 你看到Super One 起碼還有幾針 看到東西 大家近期的拉打 可能真的只有一條線仔 在裡面看角色 應該這個頭盔 如果沒有打的時候 那個視野都會比較好一點 沒有那麼辛苦 這 如果最近的拉打 因為真的要靚 拍照要靚 可能只是靠一條小線去看 所以Super 1 比較上視野比較好 穿Suit Actor 應該會舒服一點 嘩 那個椅子這麼重 神經病 好 拆開它 石芯 Pro 東影 接著有Rainbow 造型 官方認證 好 那我首先 刺回去 整件事很聚手 之後很不順眼 先刺一下角 角方面也很細心 玩具經常都很容易弄不見 或者弄爛角 我給你了兩對 好 看看有沒有分左右 這麼容易 我還以為會很難刺的 OK的 很容易 好 那對角就裝好了 接著還有一條頸巾 它用一條棒捲起來 頸巾 好香 染料的味道很香 很乾淨的味道 好 OK 我隨便先打個獵 哇 哇 是我們的網 爆雙兄弟很著名的 名演員高參進界 借錢佬的首級 哇 好漂亮 神經病 哈哈哈哈 給大家看看 轉個漂亮圈 哇 好漂亮 啊 耶 就是這樣的 順便介紹一下頭盔 和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 以往 由1號 去到亞馬遜 它那個 器服的頭盔 都是上下分開的 怎樣上下分開呢 就是演員 先戴下巴 一條橡筋 枯著頭 然後再套上層 上下分開的 直至到SKYRIDER開始 就變成了 開蓋 Super One 戴的頭盔 就是由這個位置開蓋 揭起 然後套上層 好處就是 出來的頭盔 會更加貼面 頭會小很多 大家留意一下 1號去到亞馬遜 頭盔都比較大些 好處就是 個個都可以戴得下頭盔 但是去到SKYRIDER開始 你看到頭盔 是明顯收到很細 很fit 所以就未必個個個適合 超級大 Super One 這個是一個成品 大家可以看到 一開就可以玩得 做形精細 超級漂亮 今天這麼高興 拿到我的另一個珍藏出來 裝作 裝作 好 這個是無面超人ZO 無面超人獨立電影的三位主角 就是其中一位 特別之處是 是御工慶大先生設計 生化味十分之重 這個頭其實都是同系列的 它都是這個叫做RMW 都是WINGBOW造型計畫珠色會社去製作的 這個頭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分別於這個頭其實沒有出過完成品 不會一盒這樣出的 這個頭其實就是我朋友幫我做的 他就說當年好像2000年、99年左右 其實這個頭就以會場限定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玩具展 會場限定發售的 它就是當年RMW出了這個白件 就是那些手板模型的白件 沒有出這個完成品版的 這個頭就是我朋友拿一個白件 然後覆帽 然後幫我上色去幫我攪拌 當然上色各樣東西 造型方面就沒有原裝那麼漂亮 但是因為本身這個頭的白件 都是由RMW做的 所以大家看到 都一樣是輪廓分明的 那些細位都很漂亮的 但是上色方面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始終是人手制和官方工場做的 一定是有少許分別的 但是呢 現在這樣擺起公司 真的挺正的 今天的爆箱指數 9分 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給10分有點誇張 其實我很想給10分 但是因為呢 硬要扣它分 就是因為那個 尺寸問題 我們大過了 所以想要1比1 1比2 就有些尷尬的尺寸 就比較小一點 不要問我為什麼要隨便拿 其實都是試個比例 XHF公仔放下去 其實它跟一隻XHF差不多大 是一個手掌這樣拿 所以就好像略為有點小 當年要賣到1500-1600元一個 我現在隔了這麼多年 再買回 現在就8塊水左右 我當然在說Super One這個 這個就是朋友幫我弄 是無價的 Super One就8塊水左右 我覺得是值得賣的 還有大家都知道 都很喜歡Super One 很喜歡借錢老 這個頭更加令我愛不釋手 好 今集暫時玩到這裏 好正 我都要慢慢去欣賞一下 好了 各位 下集再見啦 拜拜